人为什么工作,你为什么工作 道圣和夫提出,人为什么要工作,劳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在《干法》一书中这样写道 为什么而工作,工作是为了获得生活的食粮 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他们认为为了吃饭获取报酬,就是劳动的价值 就是工作的首要意义 诚然,为了获得生活的食粮是工作的重要理由之一 这没有错,然而我们拼命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饭这一个目的吗 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智 这是我的观点 提升心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的僧人经历长期严格的修行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但是,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巨大力量 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是的,工作是我们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不得不从事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占据了我们生活空间的80%甚至更多 对于上进的人来说 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几乎每天都在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 但是,人们在思考如何工作的同时 却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工作 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 作为一个职业人士 一定要明白工作不仅仅是养家糊口 工作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企业是我们迈向成功的平台 在这个职业社会里 任何的目标和理想都必须通过工作来实现 你的价值就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得到体现 只有把工作做好了 得到了领导和别人的承认 你才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 拥有你理想的社会地位 并最终实现你的人生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工作是我们要用生命去做的事情 齐瓦博15岁时 家中一贫如席 只受过很短学校教育的他 到了一个山村做了马夫 然而齐瓦博并没有自暴自弃 无时无刻不再寻找着发展的机遇 三年后 齐瓦博来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属的 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一踏进建筑工地 齐瓦博就下定了决心 要做同事中最优秀的人 当其他人正在抱怨工作辛苦 薪水低 而代工的时候 齐瓦博却默默地积累着工作经验 并自学建筑知识 有一天晚上 同伴们正在闲聊 唯独齐瓦博躲在角落里看书 那天恰巧公司经理到工地检查工作 经理看了看齐瓦博手中的书 又翻看了他的笔记本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 公司经理把齐瓦博叫到办公室 问 你学那些东西干什么 齐瓦博说 我想我们公司并不缺少打工者 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经验 又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或者管理者 对吗 经理点点头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 齐瓦博就被升任为技师 打工者中 有些人讽刺挖苦齐瓦博 他回答说 我不光是在为老板打工 更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 我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打工 为自己的远大前途打工 我们只能在业绩中提升自己 不要使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价值 远远超过所得的薪水 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重用 才能获得机遇 抱着这样的信念 齐瓦博一步步做到了总工程师的职位上 25岁那年 齐瓦博又做了这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 当时 琼斯是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一个天才工程师 兼合伙人 他在筹建公司最大的布拉德钢铁厂时 发现了齐瓦博超人的工作热情和管理才能 当时身为总经理的齐瓦博 每天都是最早来到建筑工地 当琼斯问齐瓦博 为什么总这么早来的时候 他回答说 只有这样 当有什么急事的时候 才不至于被耽搁 工厂建好后 琼斯推荐齐瓦博做了自己的副手 主管全场事务 过了两年之后 琼斯在一次事故中丧生 齐瓦博便接任了厂长一职 因为齐瓦博的天才管理艺术和工作态度 布拉德钢铁厂成为了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灵魂 因为有了这个工厂 卡内基才敢说 什么时候我想占领市场 市场就是我的 因为我能造出又便宜又好的钢材 几年后 齐瓦博被卡内基任命为钢铁公司的董事长 在齐瓦博担任董事长的第七年 当时控制着美国铁路命脉的大财阀摩根 提出了与卡内基联合经营钢铁 开始的时候 卡内基没有理会 于是摩根放出风声 如果卡内基拒绝 他就找当时居美国钢铁业第二位的 贝斯列赫姆钢铁公司联合 这下卡内基慌了 他知道贝斯列赫姆若是与摩根联合 就会对自己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 有一天 卡内基递给齐瓦博一份清单说 按上面的条件 你去与摩根谈联合的事宜 齐瓦博接过来看了看 对摩根和贝斯列赫姆公司情况了如指掌 他微笑地对卡内基说 你有最后的决定权 但我想告诉你 按照这些条件去谈 摩根肯定乐于接受 但是你将损失一大笔钱 看来你对这件事 没有我调查的详细 经过分析 卡内基承认自己高估了摩根 最终 卡内基全权委托齐瓦博与摩根谈判 取得了对卡内基 有绝对优势的联合条件 摩根感到自己吃了亏 就对齐瓦博说 既然这样 那就请卡内基 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签字吧 齐瓦博第二天一早 就来到了摩根的办公室 向他转达了卡内基的话 从第51号街到华尔街的距离 与从华尔街到第51号街的距离 是一样的 摩根沉吟了半赏说 那我过去好了 摩根从未屈就到过别人的办公室 但这次 他遇到的是全身心投入的齐瓦博 所以只好低下自己高昂的投颅 后来 齐瓦博终于建立了大型的 伯利恒钢铁公司 并创下非凡的业绩 真正完成了一个 从打工者到创业者的飞跃 如果像齐瓦博一样 以事业的态度 来对待你工作中的每一件事 并把它们当成使命来做 你就能发掘出自己特有的能力 即使是烦闷 枯燥的工作 你也能从中感受到价值 在完成使命的同时 你的工作也会真正变成一项事业 我们应该清楚 我们不是在为别人工作 我们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们的职业 是我们的事业 是我们需要用生命来完成的使命 正如道圣和夫所说 工作能够锻炼人的心性 磨砺心智 工作是人生最尊贵 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行为 财富是工作的结果 而不是目标 有人认为 劳动就是为了换取薪水 因为要生活 所以才需要劳动 这种心态 是典型的狭隘 消极工作态度 道圣和夫 批判这些持消极认识和观念的人 他觉得 把劳动仅仅当作为了获取生活 所需物质保障的手段 是错误的 道圣和夫说 劳动对人类来说 是具有更深远 更崇高的价值和意义的行为 劳动能使人战胜欲望 磨炼人的意志 陶冶人格 其目的不只是简单地 获得生存所需的粮食 获取生存所需的粮食 只不过是劳动的附属功能而已 一个热情敬业的员工 不会把薪水当作自己 获得生活所需物质保障的手段 因为他们懂得 生存固然需要工作 但比生存更重要的 是在工作中发挥才干 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商品经济时代的年轻人 越来越势力 越来越现实 在他们看来 我为公司干活 公司付我报酬 等价交换 仅此而已 他们看不到工资以外的东西 工作时 总是采取一种应付的态度 能少做就少做 能躲避就躲避 敷衍了事 他们只想对得起 自己挣的工资 这是令人痛心的 要知道 人的一生 有意义的事情很多 薪水不是唯一的目标 眼睛只盯着薪水 你将注定平庸 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 虽然工资 应该成为工作的目的之一 但是从工作中 获得生命的价值感 事业成就感 就不能兑换成钞票 心理学家发现 金钱饱和到某种程度之后 不再带来幸福感 那些事业成功人士 在没有优厚的金钱回报下 是否还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 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胜过金钱 如果说工作仅仅是为了生存 那么生命的价值 就太简单了 千万不要傻乎乎地告诉自己 工作就是为了赚钱 比薪水更有意思的目标 还有很多 工作所给你的 不仅是物质上的回报 也有精神上的快乐 如果你把工作当成是一种 积极的学习经验的过程 那么每项工作中 都包含着很大的乐趣 许多个人成长的机会 为了薪水而工作 看起来很实际 也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被眼前的利益驱使 你看不清长远的目标 那些给多少薪水 就干多少工作的人 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损害 对自己的潜能 则是一种毁灭 我们应该相信 大多数的老板 都是明智公平的 都希望能吸引 更多富有才干的员工 都能够根据 每个人的努力程度和业绩 公平的晋升加薪 凡是在工作中 能尽职尽责 坚持不懈的人 终将会得到青睐 不能为了薪水而工作 薪水只不过是 工作的一种报偿方式 虽然是最直接的一种 但也是最短式的 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薪水而工作 没有更高尚的目标 受害最深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工作创造了人类的智慧 一个人只有参与了工作 才能发现生活的价值 道圣和夫说 工作不单是领取薪水而已 工作可以使我的心灵 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 事实上 通过工作 我可以发现人生的意义 他认为 一个人不应该只在乎 劳动所取得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 应该体会劳动的过程 一个以薪水为奋斗目标的人 是无法走出平庸的 也不会有真正的成就感 商务时间 有一期请唐骏作嘉宾 就职业生涯转变的问题 唐骏这样说道 像我们这样的人 肯定不会为了薪水调操 另外 唐骏反复强调工作的挑战性 也让我们对其肃然其境 他对工作本身的兴趣 远大于对薪水的兴趣 这种观念 是唐骏在职场上 越走越高的重要因素 唐骏在职场上 不断地做三级跳 每一跳都很成功 这让我们明白 只有真正热爱工作 并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 才能获得职场的飞跃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真正把薪水 当成工作的副产品 的确 薪水只是工作的一种回报方式 是工作的副产品而已 工作除了带给我们薪水之外 还带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比如 艰难的任务 能锻炼我们的意志 新的工作 能拓展我们的才能 与同事的合作 能培养我们的人格 与客户的交流 能训练我们的品性 工作能够丰富我们的经验 增长我们的智慧 与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 与经验相比 微薄的薪水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金钱只能支配一时 而工作赋予你的能力 可以授亿终生 一个人 若只为了薪金而工作 把工作当成解决 面包问题的一种手段 缺乏更长远的目光 最终受到伤害的是自己 如果你不把眼光放在远处 自我鞭斥 自我栽培 自我锤炼 竭尽所能 那么你已经离平庸不远了 卡罗·道恩斯 是汽车公司的普通员工 他工作了六个月之后 想试试是否还有提升的机会 于是就直接写信 向老板自荐 老板答复说 你去新厂安装机器设备吧 但不一定保证加薪 道恩斯根本看不懂图纸 因为他没有受过任何工程方面的训练 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 于是他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 自己花钱 找到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 提前完成了任务 结果他不仅获得了提升 薪水也增加了十倍 老板后来对他说 我知道你看不懂图纸 但是如果你随便找个借口推辞 我就开掉你 道恩斯后来成了千万富翁 退休之后担任南方政府联盟的顾问 年薪只有象征性的亿美元 但是他乐此不疲 不为薪水而工作 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种习惯 我们应该向道恩斯学习 不必过分地考虑薪水的多少 而应该注意工作本身带给我们的报酬 比如发展自己的技能 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 提升个人的人格魅力等等 与你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与经验相比 你还会觉得工资是最重要的吗 老板支付给你的是金钱 而你赋予你自己的可是终身受益的精神黄金啊 世上无难事 只怕工作狂 任何一个双手插在口袋里的人都爬不上成功的梯子 只有那些热爱自己事业 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全身心投入的人才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就像道圣和夫所说 如果你全身心投入工作 那么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 神一定会帮你 事情也一定能够成功 年轻时的道圣和夫 为了达到把精词打造成世界级的优秀企业这个目的 不懈地努力工作 可以说正是他废寝忘食的付出 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道圣和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赋予了勤奋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他知道专心致志的工作所带来的果实 不仅能让人获得成就感 还可以奠定做人的基础 锤炼自己的人格 因此他能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和愉快的心情 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日本人有这样一句名言 世上无难事 只怕工作狂 形象地阐明了敬业和成功之间的关系 敬业往往意味着对事业的全身心的投入 意味着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 意味着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意味着可以接受前境中任何障碍的挑战 敬业还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事业中去 只有那些热爱自己事业 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全身心的进行投入的人才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著名的女指挥家张培玉就是这样一位全身投入于音乐之中的成功者 然而也正是敬业精神的习惯才造就了她本身 张培玉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著名指挥家 在西方乐坛上指挥这一行业是男士们的世袭领地 张培玉却靠着超凡的实力打入欧洲乐坛 并出任德国卡塞尔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 称张培玉为与生俱来的指挥家 他说 我认为他在音乐上有无限的才华和能力 并且有足够的音乐经验 足以领导一个高水准的乐团 指挥家小泽珍尔和马泽尔罗琳 也极其称赞他的才华 张培玉极其敬业 他的敬业精神也是出了名的 他曾创下一个月内指挥三场高水平音乐会的记录 也曾在不到半年内指挥过八场演出 人民音乐杂志的一篇文章形容他 像一架上满发条的钟 在不停地转着走着 张培玉对乐队的要求以严格而闻名 但是他最严苛的还是对自己 他有一种为了艺术可以不顾一切的精神 青年时代的张培玉 只是台湾省的一名乡村女教师 他因调教有方 率团三次夺取台湾中部小学合唱比赛冠军而小有名气 一次演出前 他摔伤了 医生嘱咐他必须要静养 他却坚持打着石膏参加了排练和演出 一位观看演出的台湾教育奖学金评委目睹此景 深为感动 极力为他申请赴奥地利留学的奖学金 使他实现了音乐之国求学的夙愿 张培玉的敬业精神 不仅为他赢得走向音乐事业的重要机遇 也是他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 在北京指挥贝多芬专场音乐会之前 他突然生病了 大家都担心他是否会推迟演出 熟悉他性格的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却说 只要不倒下 他会不顾一切地坚持演出 果真他最后如期而至 并且职棒的曲目 还是力度最大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命运交响曲 一个月后 在指挥另一场演出时 上台前他一直头疼 吃了几片止痛药 他就又出现在指挥台上 他说 本来我可以节省点力气 但我对音乐一向是全力以赴 张培玉曾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音乐与我的心结合在一起 它是从我的心里流出来的 是我的肺腑之言 当我把音乐做好 我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是我的生活目标 也是我从事指挥的意义所在 我热爱音乐 太热爱了 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超越它 也没有其他任何事情 能够让我如此投入 哪怕我走得再艰辛 我也不会放弃 这一番肺腑之言 的确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张培玉的敬业习惯 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女教师 登上了德国卡塞尔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家的宝座 这其中对音乐的万我精神和音乐融为一体 并且为了音乐可以牺牲自我的精神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音乐是他的全部 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在张培玉的人生中 成功的素质便是敬业的习惯